无人机和AI决定未来战争 中国不合作 美国就会束手无策 这一期来我们来说是这个话题 今天世界并不太拼 但一向到处惹祸的美军 却是罕见的清闲 这几年美军没进 发动任何战争行动 只是在中东地区 为了保护以色列 与胡塞武装与伊朗 有一些小规模的交战和对抗 但是美国人的孔中焦虑症 却越来越严重 无时无刻不再想着 怎么样的对付中国 8月4号 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文章 说中美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 但是美国还没有做好准备 主要是武器装备上的缺口很大 作者对飞机坦克航母 这一类的传统装备 不屑一顾 把重点集交在无人系统 或人工智能AI 这些未来的新概念武器装备上 他认为 美国的无人机数量严重不足 军队也没有开发出相应的新的战术体系 这一人工智能更是需要与中国合作 才能够避免危及前人类 这种认识显然是经过了仔细研究以后提炼出来的 军事技术涵盖的范围很广泛 在动力系统 材料工程 空气动力学 先进工艺 网络和信息安全等多个方面 中美之间 均存在着竞争关系 但所有这些技术领域的竞争 带来的焦虑 都比不上无人机或者是AI 无人机 特别是低端的自杀式无人机 在最近两年的战争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无论乌克兰 俄罗斯 伊朗 还是胡塞武装 都在用各种简陋的无人机 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战果 创造出了全新的战争模式 哈马斯甚至用无人机打响了阿克萨洪水行动的第一枪 这些创新 甚至是美国军队都不曾做到 美国人忧虑的是无人机产业的优势 并没有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事实上 美国有一大批优秀的高端无人机的型号 MCO-9捕食者 已经成为了西方阵营中的最成功 最普及的型号 但是呢 美国的军用无人机产业是阳春白雪 数量少 产能低 单机价格是极其昂贵 经不起战争的大规模的消耗 在乌克兰战场上 广泛使用的各种廉价的小型自杀式无人机 大多是从中国民用市场辗转采购的普通型号 甚至是玩具无人机 散件 然后自行组合改装 美国完全不具备这种产业基础 也无法通过制裁 禁运来打击中国的无人机产业 甚至连美国的军队或执法部门 也要从中国的市场上进口 如此庞大而旺盛的需求 自然会进一步的推动中国民用无人机产业 上档次上规模 并遥遥领先于美国 那假如有那么一天 中美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 中国完全可以动员巨大的民间产能 大规模的制造军用无人机 而美国连动员的基础都没有 人工智能AI是另外一个问题 美国一直是AI科学和技术最发达的国家 有时之时很早就认识到了 AI失控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几十年来有大量的文艺作品 描述了人类社会的这种担忧 所以美国社会对AI的大规模应用 实际上是有抵制情绪的 如今中国成了新鲜AI大国 这就更让美国焦虑 如果中国把AI大规模的用于军事 这可如何是好啊 近几年美国已经在军事情报领域 使用了AI技术 AI在浩如烟海的图像或电子情报里面 分析数据 寻找目标 它要比人类强太多 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 使用AI技术来寻找哈马斯领导人 以色列军队能够多次准确的击杀 伊朗将领打死哈马斯和珍珠党的高层 与军事情报领域的AI应用是分不开的 一旦中美开战 双方在战争中大规模深层次的使用AI 会不会带来实控 产生电影终结者那样的场景 把人类自己逼上角落呢 焦虑归焦虑 今天的美国只能投换赖盒 解决不了任何实际的问题 在无人机领域 美国没有可以卡中国脖子的手段 整个供应链都在中国境内 包括飞控芯片 在人工智能领域 中国已经同意和美国开战谈判 但绝不会因此而自费武功 停止自主研发的进程 好 这句话题就听到这里 好 这句话题就听到这里了 好 这句话题就听到这里了 好 这句话题就听到这里了